近30年来全球经济动荡,高龄化造成的人口成长停滞 或是普遍的薪资低迷,似乎都没有影响到澳洲 澳洲30多年前还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经济体 被称为第三流的香蕉共和国 如今,澳洲从1991年起连续28年经济正成长 人口成长44.7%,人均GDP成长近三倍 经济学人还特别指出,澳洲的发展模式堪称是以开发国家典范 澳洲奇迹如何办到? 《远见》杂志创刊第400期前进澳洲 从经济、移民、年金、关税、大选政策五个面向 深度探访这个当下值得台湾借鉴的国家 开放是澳洲成功的最大关键 其中张开双手拥抱多元移民就是最好的例子 澳洲土地面积有769万平方公里 是超过台湾的200倍 人口数2460万 其中也有700万是非澳洲出生的外来移民 据统计,2001年到2018年间 澳洲政府就接纳超过277万移民 澳洲就是台湾人最爱移民的国家之一 1980年代起,不少台湾移民带着累积的财富 为了更好的生活与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环境而选择澳洲 在澳洲这种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头 你不能做单一的族群的生意 从2004年到2016年 这个12年之间的话 我们几乎都是买旧楼来改建成酒店 不然的话就是买地盖酒店 叶医生1987年选择移民到澳洲 他所开设的饭店位于澳洲雪梨市中心的精华地段 这也是他在雪梨市的第六间饭店 年创6.32亿台币营收 澳洲最怕的就是冰薄 那冰薄下下来 大概两个月都没有蔬菜可以卖 刚开始的六七年真的是 老本一直丢一直丢丢丢丢丢 丢到最后真的扎干了 才开始看到真正有收获掉 1992年移民到澳洲的于千萌 为的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从一开始的适应不良 到后来成为布里斯本最大华人超市 与餐厅的蔬菜供应商 展现出台湾人应景打拼的精神 在澳洲落地生根 不同于1980年1990年代的台湾移民 有资金投入创业 2004年之后 台湾出现新一代移民澳洲的年轻人 靠着打工度假取得永久居留 在想办法进一步获得澳洲国籍 我是2012月5月份来Canberra 然后来Canberra之后 来这边待了一个月之后 之后就去农场了 对因为那时候农场要 积满88天才有2000 我农场曾经跑到阿德雷德 然后再跑到传说中的卡布丘 然后卡布丘完之后 又跑到达尔文去采芒果 我刚好是末班车 很幸运是 我那时候雇主担保 我还不需要通过这么多检测 我就可以雇主担保我 我就可以直接拿PR 可是从今年开始 连雇主担保的门槛它也提高 目前澳洲的技术移民中 以护士、厨师 技工是最热门的三大类 澳洲政府为了吸引专业人士 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 也叫他国宽松 澳洲的开放还展现在市场上 目前全球兴起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贸易战彼此互加关税 但澳洲目前平均关税只有2.5% 在G团体国家中是最低 但我们知道 中国的经济是轻松的 我们也有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税 所以在这些很暴力的时刻 它让全国的国家更好 更多的市场 我们知道澳洲公司 增加了自己的新竞争 所以它会更好 因为它们有更多国际竞争 但我们的另一部分 是他们开始赔助 工资金额高额 所以澳洲公司 澳洲公司是一个赢赢的 股市成長也超過了4倍 由於澳洲經濟持續正成長 投資及債券過去20年的年化報酬率 約為6.68% 比美國、歐洲都來得穩定 在經濟、移民、年金、關稅 大選政策改革之下 加上澳洲對外人保持開放的態度 對內規劃多項保障穩定民心 終於從30多年前 曾被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稱為貧窮的白色垃圾名稱中成功翻身 回過頭看台灣 近年經濟疲軟、薪資低迷 担心勞保年金破產等現況 台灣能否汲取澳洲的發展經驗 讓共好的願景在台灣發生 屬於前面奸